质量为M的物体沿着斜面上滑 那么一开始的速度是V0 那么滑行L转距离之后 那么它会再滑下来滑回元素 OK 那滑回元素的时候 速度已经变成减为原来的一半 是2分之V0 OK 好 那现在问题 所以物体跟斜面之间的动摩擦力有多少 人家一问我动摩擦力 我们了解动摩擦的基本特性之外 也了解它的力量会有一个特性 就是会等μk乘以什么 那这里有没有给你μk 没有啊 你要从那里算 你应该又要想到把μk算出来 你假如要从这里来算的话 那你假如有算出摩擦力以后 它的做工就有问题 也有这个摩擦力的大小是可以算出来的 OK 这样的问题 可是在这边你没办法从那里算的话 另外一个施纹就是我跟你讲 用整体的能量的观点看物体现象的话 怎么看 好 老师讲 连摩擦力 这边摩擦力是不是在这边 是不是像 我对我做功能定理 功能定理是什么 还是老一句话 你分析的系统的外力的做工 会等于系统的什么 总能量变化 但是你要注意哦 你是真因跟对谁来看哦 一个还是两个整体来看 怎么看的 好 假如你是物体跟地球一起来看 这两个一起来看 那你就会有得到是怎么样 你的外力就有谁 是不是只有重摩擦力是属于外力 还有一个有外力 还有一个外力才对 照理上还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正向力也是外力 可是有做工的是谁 是不是只有摩擦力只有做工 那你的重力就属于什么呢 是不是就属于我的内力 老手内力了 OK 了解意思哦 所以这时候的重力就变在 右手边的重力位置 他左手边的外力来做工 就只有什么 有做工的就只有摩擦力 那还有一个正向力 可是正向力怎么样 不做工 什么意思 好 那重摩擦力的做工 就等于我右手边的整个系统的能量变化 OK 那整个系统一样 刚才我讲的 系统内部有内力的作用 只有什么内力 是不是保守内力 OK 那这就会怎么样 是不是它就有动能跟未能吗 好 那么其中你的动能变化跟未能变化 其中有一个变化是0 哪一个变化是0 是不是未能 因为重力未能跑过去又跑回来又回到原点了 它的重力未能怎么样 是不是0 重力未能只跟你牵持的高度未有关 跟过程入境无关 是不是 所以你要是绕过去又绕回来的原点那一点的话 它的未能是多少 0 是不是 是不是有没有懂的意思 所以老师在前面做工的时候 在问你做工的问题的时候 曾经提醒你一件事情 怎样的力 只看出位置墨位置的位置呢 有两种力可以只看出位置墨位置 不然也不能随便只看出位置墨位置的位置 就是这两种力 就是固定方向大小的力固定力 还有一个就是保守力 像重力也是保守力 懂的意思 那它怎么样 你只需要看 不需要看过程 只需要看什么 出位置墨位置 然后动去平行量就可以了 OK 就是这两种力的特性里面才可以用 好 所以你看这个重力 是不是跑过去跑回来 这个位置就是0了 可是摩擦力不是喔 摩擦力 你只会说摩擦力 也是跑过去跑回来位置 所以它做工就0了 不行喔 因为它跑上去的时候 往上跑的时候 摩擦力方向往下 往下跑的时候 摩擦力方向往上喔 所以它的方向是不固定的喔 好 所以来我们看 你的这个重力的做工 刚刚有讲的 你的位置就是0嘛 所以它的位能变化这个就是0 那么你等于说 你摩擦力的这个做工 就会等于动能的变化而已 好 那你这摩擦力做工做的多少 注意点 上滑的过程 你是不是摩擦力是下 习下的 所以这段期间做工是多少 是负的 F的什么 L 对不对 好 然后在往下滑的时候 当它往下滑的时候 摩擦力向哪边 是不是斜上 那结果它就往下滑 所以这种摩擦力也是一样 做的工分多少 因为你是摩擦力斜上 你是往下滑的 也是一样负的 F的什么 L 这是下滑过程摩擦力的做工 OK 好 会等什么呢 是不是刚刚讲的 动能变化 动能什么变化 墨动能是不是等于速度变2分之V0 所以就2分之N的2分之V0的平方 墨动能 减去什么 初动能 是不是动能变化是这样的意思吗 初动能是不是2分之NV0平方 了解一次吗 好整理一下 你这边是负的2F 会等于左手边的神以下 也是负的 OK 那么把该要可以消掉的神里 就得到LV16L分之3 V1.5平方 OK